姐姐我有个问题想请问一下你啊 就你平时跟这些总统夫人打交道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那种距离感啊或者是 没有啊 我还给他们喝奶茶 这个奶茶是我给他买的 你告诉我啊 没关系 没关系 但是我没有吃大 给点刷卡 他都不是刷卡就用钥匙啊 有卡 哦也可以是吧 我们坐外面 把他切了 我没有时间 天啊 泳池也是你家的 你这个是海景公寓哎 刚刚大家应该也看到那位小姐姐了 她呢是一位重庆人 然后在加纳自己打拼啊 93年的很优秀的小姐姐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听听她的故事吧 可以大概介绍一下 这个区域是属于什么区呢 这是欧苏 是比较市中心的地方 那边那些也就是都是市中心对吗 也是比较公司的地方 但我觉得比较我比较喜欢的是这个 海是吧 对 退潮的时候我会跟我的朋友去捡螃蟹 有吗 可以捡螃蟹 有可以 他们就保洁 所以他们每天都会打扫 135 我应该教你雪儿姐还是应该教你啥 都可以 好 那就雪儿姐 我之前跟他们聊天很多人都知道你 是吗 很多很多 然后一提 加纳的吗 加纳的 看来你在加纳很有名啊 没有很有名 他们都不见到我都不跟我打招呼的 为啥 我也不知道 害羞 都是我给他们打招呼的 那雪儿姐你在这边是做什么呀 我从开始是做外貌开始的 所以从头发化妆品衣服鞋子那时候开始 到现在为止我做的比较好的就是包类 你们可以想象的包都可以在中国拿到 那你们做的是针对女性的那种包吗 男性女性都有 包括小孩子 很多人觉得在非洲做都要做价格低的便宜的东西 我反而是做的贵的东西 高端的 对 谈不上高端 就是轻色 他们喜欢说轻色就有点那个意思 我的搭档是韩国人 韩国人 对 我没有跟中国人合作 你是怎么样一种机会找到韩国人去合作呢 我比较喜欢练球嘛 练高尔夫嘛 我的朋友连接都比较连长 我没有同龄人的朋友 这个是我比较一个缺行在非洲 你可以帮我宣传一下谁想要跟我做朋友 像你这种高资料女性应该挺多人想跟你做朋友 没有 他们真的不跟我做朋友 但是可能因为你太优秀了 别人觉得可能有点距离 所以就 对吧 是的 所以你来一家有多长时间了 我第一次来家是2017年底来的 是在一家建筑公司工作 我是做外交嘛 去跟政府部门沟通嘛 工作了一年多之后 就很多当地人就跟我说 因为我很喜欢穿好看的那个时候工作 他们就老喜欢说 我这个好看那个好看 我就总把东西送给他们 后来我就在琢磨着 我能不能做你们生意啊 对对对 就这样想 然后就慢慢就开始了 创业了 对对就创业了 你要从这里上去 这是银行我们租给他的 这是银行我们租给他的 好啊 你睡着吗 这个下面也是我们的产品 这些都是什么什么洗澡用的呀 精油啊 对精油类的 我比较喜欢这些东西 所以我会把这些东西做得比较好 你看这里还有一个品牌 小雪 这是我的品牌 这是你的名字哈 这是我的名字 这个卖的比较好 因为比较便宜 然后这都是中国货 所以如果客户来买什么 你不肯定他会叫他 你不肯定他会叫他 他会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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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现在没有人 他会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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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也会遇到这种 会 当地人工作啊 不准时的情况 因为我搭档去摩洛哥旅行了 我有时候 我有事情忙 像今天我家人生病 我没有那么急事来 他们就会犯错误 第一天开业的时候 是有那个 加纳的第一夫人有过来 因为他也非常喜欢展画 这些画都是你们自己搜的对吗 是 加纳可以说是排名前六的艺术家 所以他们的话也是比较值钱的 尤其是这个名字 Glover 非常有名的 在加纳是非常有名的 所以这幅画要差不多人民币五万多块钱 五万人民币了 然后这个LARIUTO是非常有名的 应该是No.1 算是No.1 因为你做的不是包 怎么会想着去办一个这样的画展呢 因为跟我的搭档有各种各样的合作嘛 然后这只是其中一项合作 然后他是想做 而且他比较懂 而且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 因为很多就是高层的官员 他们是有这个爱好的 什么样层次的人会喜欢画 对对对 他们进来的话 有别的事情也可以 所以我想问 是不是学姐你想通过这一个平台 然后它算是一个窗口 你有没有想过把这些画卖到中国去 完全有想过 所以我下次回国的时候我想会去可能上海或者深圳的一些画展 去跟他们谈一下 因为确实是很好的东西 这已经卖掉了的 卖掉了 我有了解过你的朋友圈 然后看到你的确很多时候打交道的都是一些当地的高层 就比如你刚说的第一夫人 还有其他一些官员 所以你见到的最高行政职位的就是 就是总统 总统 那你平时的话就是也是有可以创造业务的对吧 什么事情都可以谈 不管生意有多大多小我都爱去谈的 这个就是我纯粹的我韩国搭档的生意了 刚提到的你的很多的朋友 都是年纪比你长的一些人 对年长的 大部分可能你们的这种关系还是偏向于商业多一点 商业对 这些朋友很难得的 我是觉得很难得 他们很珍惜我 但是我也很珍惜他 这也是比较什么那些做办公室 所以你当时 怎么就想着来非洲工作呢 西班牙留学的时候 就走了二十多个国家了 欧洲 就已经了解的还算是比较多了 到上海工作了大半年 你知道上海工作就是两点一线 那时候我工作还是比较厉害 就是做外贸行业 我是公司 你真的是可以销售 还算是很靠前的 但是两点一线的感觉 真的我就有点 很脸无聊 不 我就不喜欢那样的 其实你的工资应该在当时也还不错 还不错 同龄人比起来还不错 但是后面还是选择了换一种生活方式 对我就想要尝试一下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欧洲去了挺多地方了 然后新加坡 然后拉丁美洲去过 非洲是没有来过的 对了你是独生子女吗 对我是独生子女 所以你爸爸妈妈有没有说 担心你一个人在非洲这些 非常担心 但是我父母是比较能理解我的这种状态 他知道他的孩子 在一个地方他是待不住的 他知道他喜欢看世界 按道理的话 像我这年纪都应该要结婚了 对 但是我妈妈说 那你按照你的 因为生活对每个人都只有一次 就像你喜欢旅行一样 没有人可以告诉你 小钟你要呆在这里 你要结婚 不可以 如果我是你的朋友 你做这个事情 我应该鼓励你 我想要知道的是 你是否因为这个事情而快乐吗 如果你快乐 你应该go ahead 您是这个吗 这个你可以查一下JJ Rowling 当加纳总统当了18年 她是总统啊 总统夫人 前总统夫人 姐姐我有个问题想请问一下你啊 就你平时跟这些总统夫人打交道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那种距离感啊或者是 没有啊我还给他们喝奶茶 这个奶茶是我比较买的 旁边的人都觉得很吃惊 因为按道理不可以 可以在里面放东西 对今天要去见第一夫人 然后现在是走到门口了 刚进来她 刚进来她 OK 那我们要出发了 其实关系还比较随和 所以她就拿起来就说 嗯今天你买奶茶给我 她就喝 她是你们的客户吗 她们会买东西 这些才能不能经常买 只是我们没有要求说她要去打广告 这个我们的那个signboard 是第一夫人过来帮我们做的 真的吗 嗯 哦就是那个 对对对对对 看到了 是她做的 天哪 她同意挂上去 她就说那你们我愿意给你们做 所以像你的这些人卖资源啊或者网络 也都是通过你长期在加拿积累的资源 我也不知道4年的时间算不算是个老加拿 算啊 算啊 最后面这栋楼也是你们 对这栋楼是在她2012年吧大概10年前吧就买下来 买下来的 所以这两栋楼现在是属于我们的 在加拿这边租这种店铺的话应该也很贵吧 我也想过要租的话至少要给2000美金一个月 一层楼吧给她 一层楼啊 这层楼我是打算拿的 就是做我之前跟你说我创业做的那栋楼楼上拿来安排住办公室 这个是那天我测量的时候放在地上跟她说 因为要打木架对 因为这里面是做线上 这就是店铺 这个有点不一样的风格 我性格比较可能 就是我想做一件事情我是不怕困难的那种 性格比较刚一点 所以说大家说我不温柔 有温柔啊挺温柔的呀 我只想看见 好了 我已经完成了 谢谢你 他这边大概在加纳有多少中餐厅啊 几十家有了 就在加纳 就在阿克拉 阿克拉几十家 天呐超市也是吗 超市挺多 超市我知道的十来家有吧 所以其实在这边生活还是 没问题 如果你找到自己的圈子 像今天如果我们有什么事情 我下午去打打球 回来之后健健身 我门口可以游泳 住在这边的话 生活还是挺丰富的 对 生活是挺丰富的 很多人觉得在非洲 可能比我同龄人在国内 还要舒服 要好很多 大多数人还是要在公司里面上班 两点一线的工作的话 基本上就让你失去了很多精力了 你回家以后可能也不想学习 因为很累了 对 但是你看在这里 我的时间的话 还是比较自由的 所以雪儿姐 你现在在这边的话 就包括你的所有的这些创业项目 你自己是希望自己到达什么样一个高度呢 我是一个比较向往自由的人 所以我做的所有的事情 我都是想搞成被动收入 我可能就天天打打高尔夫 去旅行 我觉得女孩一定是要有见识的 越年轻越要走出去 去看世界 去理解这个世界 只有走出去你才有判断力 你天天在那里 别人告诉你这个做不做 父母告诉你对不对 你根本没看到 其实很多年轻人 或者说很多国内的人 他们接收到的一些信息 是被过滤过的 同意 很多东西不真实 同意 也很片面 的确会影响到你对某一个地区 或某一个事物的一个看法或判断 就你走出来之后 你会发现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一番景象 真的还是像学姐说的 鼓励大家走出来看一看世界 我是建议年轻人走出去 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走出去 有些人她的观念是真的比你好 所以这些东西要去学习 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雪儿姐的分享 拜拜 对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雪儿姐 女性创业者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雪儿姐平时都是分享一些在加纳的日常 然后还有她在加纳的生活 感谢雪儿姐平均 如果您 settings 我们先看见